由于厨子和老板娘走得太紧 不料却被店内的服务员以讹传额 恰巧这时的老板从外出沙粉 而本就看主厨不顺眼的他 在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更加气愣 于是老板便以考验厨艺为友 想趁机将主厨辞退 前天听闻满脸的尴尬 而二龄见对方不好应付 便只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生鱼皮 可即便如此 前天还是对菜品非常不满意 老板娘似乎看出了账头的心思 于是便一个劲地为二龄开脱 可能是满洲的伙食太过正宗 所以才一时半会适应不过来 二龄听闻也立马附和 表示这道味增汤绝对正宗好喝 可前天只是简单做了一口 就立马挑出了其中的毛病 尽管二龄知道对方是在找他 但为了能窃取更多的敌后情报 他也只能一个劲地自我反思 好在老板娘不停地为二龄说话 表示店里的客人都非常喜欢他 导致这一年的营业额也急剧上升 可老板娘越是说得天花乱坠 前天就又怀疑两人之间有猫腻 为了彻底打消老板的疑虑 二龄便只能谎称自己是有夫之夫 二龄听闻连忙跑出去查看 而表白失败的桃子 也只能搀扶着前天一并过去 来到外面的二龄怎么都没想到 居然是大嫂前来救场 为了不暴露地下岛的身份 二龄也只能当着前天的面影戏 浅田这下终于打消了所有疑虑 但不知情的桃子却非常难受 随后二龄便带着大嫂来到店外 对她今天的及时出现表示感谢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崔的临时起义 因为浅田的突然回归 势必会影响二龄的身份 虽然暂时打消了浅田的怀疑 但为了将戏演得更加天衣无缝 老崔便让二人以后就住在一起 二龄听闻满脸的不乐意 但没想到大嫂却认为可行 我同意 大嫂 二龄 以后别叫大嫂了 被逼里也不能叫 这叫顺嘴了 在敌人面前也这么叫 那可出大事 我不其然 浅田的眼线已经盯上了二龄 好在二人一大早就开始打情骂枪 成功混过了眼线的监视 在确定二人的夫妻身份后 眼线便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浅田 他们确实是两口子 那操不了 浅田听闻算是彻底安心 但得知二龄有家事的老板 却难过地将自己灌得大了 小青人你喜欢的女人吗 一定是很漂亮的 二龄听闻只能傻笑父母 可喝醉酒的老板娘却要给他放假 好不容易夫妻团聚 更加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先生 一听见 你有老婆 他立刻就放心了 连天里都不来了 但二龄有家事的事情 打击最大的是服务员桃子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暗恋了一年之久的对象 居然是有家事的人 为了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桃子准备找个借口回老家 直到林总之时 桃子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 但这时的二龄却找了过来 我还不知道你要走 你是不是真打算跟我不辞而别玩了 不是 尽管二龄非常舍不得桃子离开 但为了能一心干好地下党的工作 他也只能和桃子做最后的告别 可就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 没想到二龄的母亲却找到了日料点